全憑他的一雙手, 成就一家三代男兒, 美美人生 玉太四十年加廚經驗, 原來就是最緊要好吃 千呼萬喚玉太教主 玉太家常菜, 逢星期六晚上九時YouTube首播 請付費支持MyRadio節目 有些人覺得美國要幫台灣還有一些實際的利益 比烏克蘭, 或者在以下戰爭裏面的支出會不會多些呢 上次說要向國會申請一個撥款, 說是一千億美金 那台灣可以分到多少呢, 一定是最少的 最近拜登政府給了八千萬美金給台灣 是拜登政府給的, 然後這八千萬美金 就用來買美國的軍事裝備 那你是跟美國軍火商那些私營的, 你幫他買 但是政府出錢, 但事實上過去大家看到 歷來講八千萬美金買一架戰機都不行 過去台灣, 最近我們看回數據 就是已經用了一百四十億美金 去買美國的軍事裝備 這個是真金白銀, 台灣納稅人要付的錢 一百四十億美金 那他給你一百千萬美金去買 那就最多幫你省一億, 才省一百千萬美金 還有這個很明顯是美國要支持你台灣 就是給你八千萬的意思就是支持你台灣 這個支持你台灣是根據他的外國軍事融資 這個叫F, MF 外國就是F, MF 你不承認中華民國的, 但你一樣要付錢 然後採英文, 哇, 開心得不得了 但他忘記了台灣的納稅人要付早輪加起來 一百四十億美金 所以你很簡單, 你一打仗就很嚴重了 現在未打你都已經花了這麼多錢 好, 這個就是剛才我還沒有講完 我補充一下 第三節我要講的就是 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的社會 一個發達地區 大家都稱它為東方之珠 現在就變成人間地獄 有了國安法之後 這個暴政底下, 它就變成人間地獄 所以香港走人塌樓 越演越烈, 負資產就創新高 當然很多評論就是認為 這些就是因為經濟不好 經過三年疫情, 如何如何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和政治有關 哪一個國家不受疫情影響呢? 老實說 過去這幾年經濟不受疫情影響的國家 你告訴我, 你找一個出來給我看看 全部都有影響的 通貨膨脹, 大部分的發達地區都有 發達國家都有 第三世界一樣有 台灣沒有通貨膨脹嗎? 香港沒有通貨膨脹嗎? 經濟全部都在等待復償 但是別人有那個基礎 如果經濟跟機還是很穩固的時候 那它復償就容易了 香港還會比國安法更多 已經有個三年疫情, 多個暴政 死多以前重 喂, 你人財資金外流, 走得就走 現在不是叫死人嵌嵌, 是走人嵌嵌 走人嵌嵌的意思就是大家看回數據 前幾天我要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要講其他問題, 就沒有講到 我們看回相關的數據 你就知道很可怕的 那個負資產是創新高的 而且, 老實說, 它會不斷創新高的 我們可以看看 有些外面的傳媒引述 香港的消息就會這樣說 三年疫情打擊, 經濟低迷 也有移民潮, 資金外流等等這些因素下 香港的樓價就急劇下跌 於是就出現了一些所謂負資產 看回香港金融管理局 10月31日公佈的 2023年第三季尾的負資產 住宅按揭貸款的最新調查結果 這個負資產只是資不抵債而已 即是現在我樓價, 我手上這塊樓的價值 和我欠銀行的錢, 借銀行的錢 即是我欠它的債 我這個價值是資不抵債 這就叫做負資產了 尤其是那些, 九成按揭的那些不死 誰知道跌10%的樓價 如果九成按揭的那些跌10% 你就是負資產了 超過10% 如果八成按揭的, 樓價跌了20%以上 那你就是負資產了 大家都經過這個風暴 我九七年, 我就有兩間屋負資產 被銀行購買了 已經被銀主盤了 負資產的住宅按揭貸款 那中數由2023年第二季尾的3341宗 增加到2023年第三季尾的11123宗 那這些個案是涉及銀行職員的住屋 按揭貸款, 按揭保險計劃的貸款 而這一類的貸款 那個按揭乘數一般是比較高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八成、九成 譬如我們在台灣, 我太太賣的房子 因為她年紀很大 現在說很多年前 都叫做什麼 你又沒有供償 那你那個按揭乘數 就一定是很低的 可能你要付一半錢 或者三成的首期 這樣才可以跟銀行拿這個貸款 去到這個地步 其實大家都已經心裡有數了 那現在負資產的金額 已經去到六百多億了 那你沒事的 那些人走 當然是賣樓了 大哥, 割價求售 那當然要走 那我當然要拿錢走 那你買了樓的樓價不停跌 那你不負資產了 對不對 還有 除了負資產之外 你還要欠銀行錢 譬如我每個月都要供的 然後我三個月沒有供 或者超過三個月沒有供 那你隨時又變成銀主盤 這些數字又不斷上升 是否 1997年是最嚴重的 在一些銀行叫賣樓 非常嚴重的 1997年 我自己也是受害者 因為股市倒塌 金融風暴 1997年 喂,香港主權余交沒多久 三個月就股市立刻倒塌 真的 倒塌一次 不夠10月一次 11月一次 我最記得的 那時候我還在電台做節目的時候 當日大塌市的時候 我也要做節目的 難道你在那裡哭嗎 那我就說 我們現在全香港 有樓的人大家同聲一哭 或者你炒股票的人 那時候我們在股票行 90年代初幾乎每天都炒股票 那時候是賺到最多錢的時代 到1997年 一鋪就給它清袋 很簡單 那你有些聰明一點 可以拿起一點 就不用給它一鋪清袋 就全部一鋪清袋 所謂的股災 股災有些人要跳樓 負資產也是會跳樓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1997年的時候 熬了一年多兩年 你都可以回到氣 我自己本身有個例子 1997年 我1996年辦份報紙 1997年就倒閉 然後1997年10月就出了一份抽行 然後沒多久就倒閉 因為那時候遇到股災 然後就走心債 慢慢慢慢回氣 你明白嗎 到98年我就搞ICP 2000年就上市了 你明白嗎 那又翻身了 哦 然後2001年 又來一個股災 科技股 泡沫爆 又是變了周辛寨 你真是 我們經歷過這些風暴的人 就是 那個經驗很慘痛 但是 那時候還有回氣 現在沒有氣回的 沒有一個環境給你回氣 我們那時候 97年 倒閉之後 然後2000年 我們就可以翻身了 對不對 然後2001年再倒閉的時候 那時候起碼 都吸收了上一次教訓 對不對 都還沒死光 你明白嗎 我記得97年 大哥 我把報紙倒閉之後 然後我97年10月出的那份周刊 然後跟肥佬黎翻臉 我要登一個廣告 他PM了我的廣告 然後說我欠一個廣告費 沒有還 然後就不出我的廣告 然後跟他翻臉 我不寫稿 當時我每個月 在他那裏拿個告費 剩10萬元一個月 我都不要這些錢了 你真是 我老婆說我傻的 但我其實不是傻的 你就算我很厚硬 繼續去寫 繼續寫下去 繼續知道他的稿 我已經變成一個混蛋了 對吧 你真是抬拔起頭的 我寧願做核醫 都不要寫 10萬元一個月 我告訴你 97年10萬元 是甚麼概念 各位朋友 是嗎 周身債的時候 是嗎 但是 你也有機會翻身 你現在哪有機會翻身 對吧 你拿著恆大債遠的 有機會翻身嗎 你拿著股票 現在跌到混蛋 你有機會翻身嗎 是嗎 你看不到 就完全看不到前景 是嗎 為甚麼他天天還在國安法抓人 天天不夠 還要整條23條 現在是嗎 天天恐嚇你 然後要愛國主義教育 立法 香港又要配合 天天搞這些事情 是嗎 國安法不夠 用現行刑事條例 不是說你發佈串謀 串謀發佈煽動刊物 又拉得來 你在YouTube說話 又拉得來 你在Facebook寫話 又拉得來 你真是 對吧 那你沒得翻身的 香港人還有甚麼機會翻身 如果你付資產 你有股票 又混蛋 那你哪有機會翻身 你是完全沒有機會翻身 即是香港之前 即是在97年之後 經歷過兩次 在金融風暴和沙士期間 都經歷過兩次 但到最後都可以翻身 是嗎 即是香港其實 負資產最嚴重的時期 就是2003年 6月份 看看數據 總共有1050697宗 負資產按揭 佔所有按揭的22% 涉及的金額是1650億港元 現在說的是幾百億 但是很快就到這些數字了 現在 你看不到前景 大佬 好像我們上次說 喂 香港人 現在他 湧上去大陸消費的 香港的內需市場 香港的消費市場 一池死水 是嗎 那些酒樓 是嗎 還有零售業 飲食業 排隊倒閉 是嗎 有些人在說 哎 你經常在唱衰香港 現在你去美國吃子彈 你真是白癡 我現在說實情給你聽 如果你在香港 我祝你好運 是嗎 你禁撐共產黨 我叫香港給你錢 你洗一下 你真是 遲早拿來香港的幾千億美金 在外匯 告訴你共產黨 九七年金融風暴之前 每個人都這樣炒樓 一個金融風暴就倒閉了 但是後來也有機會翻身 現在哪有機會翻身呢 請問 這為何與政治無關 請問 只是因為經濟低迷 不是的 現在不只是樓價 股市 還有那些中小企業 是嗎 你要排隊倒閉 是嗎 失業率 是嗎 或者就算你不要說 不要說失業率 你人工無法嫁 是嗎 然後通貨膨脹 入不敷 是嗎 這個是不是事實 是嗎 所以過去有些辦法的 或者有些積蓄的 是嗎 那他還可以頂住 是嗎 是嗎 餐品餐食那些 那些 不就大鑊了 是嗎 現在窮人 就可能相對比較好些 是嗎 不上不下那些中產階級 就大鑊了 是嗎 是嗎 剛剛買了樓 沒多久那些 就大領落 真的 是嗎 這個是不是常識 這個是常識來的 不需要有什麼學問的 是嗎 是嗎 我都經歷過很多次 有金融風暴 有金融海嘯 是嗎 譬如我們那年 2021年 那個科技股炮 泡沫爆破 那個人 是嗎 接著到這個 2008年的時候 雷曼事件 是嗎 又有很多苦處 但是始終 都有機會翻身 你現在 是沒有機會翻身 因為這個政府 繼續倒行逆思來 喂 現在死人 淪漏 不是 走人 淪漏 負資產的個案 越來越多 接著你 李家超還在唸唸有詞 又癡之以鼻 用心可誅 又罵別人卑鄙賤格 你這頭又要想辦法 我現在 你美國國會議員 建議制裁我們 那些司法人員 我便把這些國安法的重要案件 那些人送去大陸審 這什麼邏輯 你告訴我 是嗎 美國佬搞你 我說過很多次 你去搞美國佬 你不是 美國佬搞你 有這麼多錢 你去搞香港人 這是什麼人來的 是嗎 是嗎 不夠打就打了一半 不是 你找自己人來打 你打 你打給美國佬看 你 那就是抗議美國佬 打自己人來 抗議美國人 是不是好笑 這是什麼思維方式 喂 你在那裡 將些人送中 是嗎 美國佬就繼續動你 就這麼簡單 他秋毫無犯 你損害不了他 是嗎 你說這些 這些是陶妖宗 劉兆佳 這些是不家產 是不是應該去打靶呢 拿去 香港人一定是要當他是一個公敵 對不對 他是建議 喂 什麼 什麼 共產黨 將那些國安法的這些被告 這些相關案件送去大陸審 目的就是為了對抗美國 那這些人 提出這些建議的人 各位是不是要記住他呢 小時候 小時候對抗這個混蛋 你以後在棺材都挖他出來 打緊他 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說不怕別人打擾 對不對 你現在還說這些 是不是 都沒有人看 一件事 這些人 喂 你不動他 是吧 你不罵這些混蛋 是吧 情緒上呢 可能是說洩下墳迷 不是的 我們要世世代代都記得這些歷史的 是不是 你想想為什麼 巡愧 是不是 那些人要套他口水 是不是 就是 那麼簡單 是不是 有些象放在那裡 都還會被人推他口水 為什麼 是不是 好 這麼說到這裡 拜拜